生活中,不论因为宗教信仰,还是个人饮食习惯,有很多经常吃素的人,还有人把吃素能够长寿,作为是一条真理,最有代表性的势力,莫获于清心寡欲,粗茶淡饭,素不食婚的出家人。 人们往往都认为,先锋刀骨,喝发童颜的寿星,大多数刺杀们,但根据有关医学院的一项调查报告,对上述见解提出了挑战,他们曾对九华山里的一些寺庙中的九旭临森林,做了大量的营养调查。 分析的结果表明,这些佛门弟子中,大多数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,究其原因主要是饮食中摄入的蛋白质,脂肪等成分严重不足,不能满足肌体代谢的需要,荤褶,鸡,鸭,肉眼,人体在生长发育和代谢过程中,每天都需要大量的优质蛋白和必须的脂肪酸,素食中除了豆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外, 其他食物中含量均较少,而且营养价值较低,不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,鸡,肉质中,尤其是鱼类当中,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和能够降低血脂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,以及人体容易缺乏的卫生素和微量元素, 草兽的北欧人基本上是异于肉等动物性食品为主食,就是很好的证明,由此可见,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吃荤吃素,而在于吃什么和吃多少。 上世纪80年代曾对全国28个省、市、自治区范围内的4万元,做了一次系统的营养调查发现, 国民饮食中,蛋白质、钙盒和黄素摄入不足,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适量的婚食, 在我们日常饮食中,要注意婚素搭配,比喻适当,才能健康长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VTT News 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